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其實我的講題是 《懂得復》一定要獻作而復 都是我一個生命的故事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雖然你未必認識我 但希望透過我在神裡面的經歷 神的話語 我們都一起彼此認識 其實今天的經文是分了三段 我很想邀請大英姊妹一起讀 因為PowerPoint我今天自己按不到 因為那些器材 重要的器材都入了攝影機 所以AV Team的大英姊妹就幫忙 首先幫我推出第一份PowerPoint 我就分三部份 第一部份就請男生幫我讀 就是十五至十八節 然後第二部份就請姐妹幫我們讀 十九至二十節 之後就一起讀 第一個PowerPoint男生 第二個PowerPoint女生 第三部就一起讀 預備 請 大英姊 這是等一下 давайте vaan 蔡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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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 主席 就好像聽到石仔帶領著我們讀經 也很好啊 有個主音 我們請姐妹聽有沒有主音出來 預備請姐妹 然後我們一起錄來預備請 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 當日有什麼果子呢 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女得了釋放 作了神的勞卜就有誠聖的果子 那結局就是永生 因為罪的公解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女 乃是永生 其實今天講的經文是羅馬書 作者是保羅 其實那時候的世代還是有勞卜的制度 我們現在少一點 勞卜的制度說明人的罪的關係 羅馬書其實在保羅信了主之後 他生命成熟的時候寫的 所以比較多一些教義 我們如果有看過羅馬書 都會涉及一些好像很深的字眼 什麼叫清義 誠聖 簡選 得救 都是一些重要的教義 都會在這本書上詳盡講的 跟其他書卷不同 他想用羅馬書這封書信去解釋信仰 並且在信仰上如何實踐出來 所以有人說羅馬書比較深 還有看完都好像沒有看過一樣 不過我們今天想用少少時間去看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第六章 那保羅呢 我想問一個問題 有誰是幼少 有人說他媽媽的肚子就回教會的 請你舉手來看一下 咦 都有啊 有啊 有啊 好 有沒有一些中學才回來的 所以青少才回來恩福的 舉手看 都有啊 一半半 那好了 其實可能 我呢 我們是做事才信主的 所以我一會兒都會講一下我自己 為什麼我想講呢 就是因為 其實呢 什麼叫恩典 什麼是律法呢 可能你從小聽到大的了 什麼應該做 信主啊 不應該做 那保羅這裡呢 一開始問了兩個問題 我們去一個power point 他的問題是什麼呢 對了 再來一個 就是呢 那摩我們是不是在恩典之中 啊 就 那摩 是否我們在恩典之中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任意犯罪嗎 這樣 第二個問呢 你們知不知道呢 你獻給誰就是服從誰 就是作誰的勞博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任意犯罪呢 我們有耶穌基督的恩典 這裡你又知不知道 我們獻給誰就作誰的勞博呢 第一條問題 未信主的人都知道 不要亂犯罪啦 是不是 因為會有後果的嘛 第二條問題 我們當然是不講勞博的啦 現在現今世代呢 講人權的嘛 不會用勞博的制度的 就算你家裡有外勞 你會不會叫他做勞博這樣呢 不會的 你會叫他什麼 傭人姐姐啊 譬如我家裡 我妹家裡那個叫做 啦啦啦 啦啦姐姐 你不會叫他 啦啦勞博這樣 是不是 因為呢 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不講這些 我們不講這些 這些權力 要互相尊重的 但是羅馬書這裡很特別的 整卷羅馬書呢 講了十一次勞博 有十次呢 就出現在我們今天看的經文裡面的 那究竟 保羅問了這兩個問題之外 原來他還講了兩個原則 我們一起看下一個PowerPoint 有什麼兩個原則呢 他就說原來人服從誰 就做了誰的勞博啊 並且有兩個選擇 你作做罪的勞博 還是義的勞博 就是說呢 其實現今世代 雖然我們講人權 原來經文裡面 神眼中只有兩種人 就是有信了的和未信的人 原來當我們信了服從神的時候 究竟你選擇了做罪的勞博 還是義的勞博呢 為什麼 保羅會講這兩個問題 和這兩個原則 原來當時的背景呢 猶太主義者去披擊外邦人 覺得我們猶太人比較尊貴 因為我們有律法嘛 他說你們外邦人沒有 所以猶太人一直都會有一個優越感 所以就會論斷和批評 甚至看不起外邦人 信了主的外邦人 所以保羅在羅馬書裡面 強調恩信清義 他說人是活在恩典之下的 並能夠稱為義 稱為義就是合神的標準 因為完全是憑信心的 不是憑進行律法的 因為羅馬書三章十節那裡說 沒有義人 連一個都沒有 凡有血氣的 沒有一個人 因為行律法 能在上帝面前清義 因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因為行律法 而在神上面清義 你便覺得究竟是甚麼概念呢 因為其實保羅想強調 我們白白清義 是因為神的救恩 他白白的恩典拯救了我們 人是沒有可以自誇的 正如好像猶太人 你不要以為自己有律法就可以誇口 律法不能叫人得救 他的功夫 他的功能是甚麼 能夠叫人知罪 但是他不能叫人不犯罪 我說甚麼呢 正如我們現在在地鐵、巴士 有很多關愛座 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你覺得增加了關愛座的規範 你會否覺得人會關愛更多 還是會真的渡絕不讓 反而不會 就好像現在我們都有非吸煙區 幫助了一些非吸煙的人士 但會否因為多了非吸煙區 那些人會戒煙呢 或者政府說 煙包上面的公仔都不夠恐怖 遲些更換些更恐怖 因為想怎樣 嚇死那些吸煙的人 不要吸煙 是否真的可以做呢 所以在這裡說 照樣律法不能使人誠聖 亦都不能使人清熱 唯有神的恩典才能夠 既然神的恩典能夠幫助我們 我們就不用在律法之下生活 那是否在律法之下 我們就可以任意犯罪呢 那我就想問一下 罪的定義是甚麼 原來我們讀書 可能有讀社會學 都說罪是甚麼 社會學體罪是甚麼呢 就是說人類社會 是有些規範和規則的 讓人分清楚 甚麼合意和不合意的東西 因為如果當中有人 違反了規則 很容易使社會秩序受損 或者犯罪的行為出現 就不能讓社會陷入混亂的狀態 所以社會學對犯罪是有定義的 但是對罪本身的定義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看看保羅 又說一下罪的立場是甚麼呢 很清楚 在今天我們看的經文裏 保羅很想強調 如果我們不服從神 不做祂的勞博 就是罪的勞博 在神的眼中中 如果我們不服從祂 就是犯罪 希列文 罪是Harmatia 意思是射不中 即是射箭射不中紅心 是不合意的 並且不合位 不合位到你拿不到獎項 原來罪是射不中紅心 並且是不合意的 梁煙成博士說得很好 他說罪其實是一個虧損的狀態 罪不是上帝所創造的物質 罪不是受造的 罪也不是一件存在的物件 可以拿出來的 本來罪是一個虧損的狀態 甚麼意思呢 本來人和神有一個完美的關係 我們可以溝通 是一個可以享受神無窮愛的關係 但是罪就使得我們和神的關係斷了 人就失去了永恆之間 和永恆之間的愛 就陷入了虧損和隔絕的狀態 當我們人離棄了和他的標準的時候 人屬神尊貴的身份 或者那份榮耀都喪失了 梁博士更加指 本來人可以無窮追求上帝愛 但是成為虧損的狀態的時候 人就會怎樣補回這個虧損的狀態呢 就會去無窮追求世界的東西 代替了無窮追求神 所以我們看到世界很多的事物 都會成為偶像 偶像本身就是有限的東西 但是我們當作無限追求 偶像就是一些會扭壞的 不永恆的東西 我們就當作是不扭壞的上帝去追求 如果我們的身份和肯定是我們有多厲害 我們讀書的成績是怎樣 入什麼學校 或者物質 如果這些都成為你的身份 或者成為你的肯定的時候 當我們無窮追求的時候 這些就成為我們的偶像 我當然不是說讀書 努力或者努力是不好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因為要拿著這些東西 才是我們的身份 就成為我們的偶像 當我們以為這些能夠滿足我們的心 或者物質能夠滿足我們的心 我們用什麼東西的電話 我們有多少遊戲機的分數 我有多少武器等等 以為能夠滿足人的心和需要 但換來人慢慢就成為自我中心 越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就越用手段 你不難去想像這個什麼狀態 當你想追求這個東西 別人又想追求的時候 大家就有衝突了 你可能在學校 或者你的朋友中間也是 誰打球比較厲害 有時候都會成為一個衝突的狀態 當同時有人跟你很想要的東西 那就互相爭鳴奪利 互相比較 因此 罪就在我們裏面 越來越大 越來越形成了 亦成為我們想要的東西 都成為我們心裏面的偶像 人無窮追求執迷 隔著這個狀態 是有真實的個案 我見過 我真的見過 那個就是我了 在未信主之前 我深深體會到這個隔著痛苦的狀態 我們一起看看PowerPoint 當時我做誰的勞博 誰是我的主人 我們再下一個 上一個 有張相片 看到嗎 沒錯 這個 這個就是我 我是家裡最大的 有兩個妹妹 這個是我第二個妹妹 小我一年 我是一個普通的家庭長大 我媽媽是主導的 他其實從我們出生 他已經沒有工作 但是他掌控了家裡的經濟 甚至所有的東西 都掌握他裡面 我爸爸比較寡言 什麼都給我媽媽管理 因為只有我爸爸去工作 因此我媽媽也很緊張錢 但是管教得我們很嚴重 尤其是我 但是我媽媽想管教得很嚴重 獨攬大拳 但是令到家裡也井井有條 包括我們的膳食 家裡的衛生情況也很好 我家裡是大女 特別管得我嚴重 而且我兩個妹妹比較頑皮 她也進入我 就說不要大教壞小 其實我沒有做錯 是我兩個妹妹 我媽媽管得很嚴重 我兩個妹妹中學的時候 可以去攝影 可以去團契 不可以的 我不可以像你們這樣 禮拜天出來回來團契 不可以 所以我在媽媽的管教裡 加上她很少用正面的方法跟我溝通 沒有什麼鼓勵 所以同學 雖然我沒有去攝影 但是同學之間的關係 我也很重視 尤其是出來工作 更加是 出來工作的朋友和同事 都是我的很大的支持和肯定 我一開始工作的時候 就幫自己計劃一切 所以我從小到大 沒有我的志願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我從來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 出來工作 我要找一份 不可以普普通通的工作 我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是做酒店 酒店做Fundesk 很好玩 因為見過很多外國人 我又可以聽英文 講英文 又有日本人 又有德國人 很友善 而且在Fundesk的時候 很多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紀 可以去玩 但其實我沒有一份工作 做過一年 因為我需要在工作上 找究竟我的長處是什麼 我想知道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我媽媽小時候 什麼都不是我做 所以我就在工作裡找 後來我加入了金融機構 又加入了警察部 警察部我做管理的 整個系統 我都認識的 是不是很厲害 有什麼案件 我都要入資料 免得叫警察去做 但是後來我就覺得 都是不好 我很想做廣告公司 我很想試試 後來我真的去找 誰知道有人聘請我 我不是做宣傳義 我真的做電視廣告的 有明星的 你看看我這個 再下一個 沒錯 真的有 譬如我見過張學友 有很多 其實誰是我 有人說那張爆炸頭 就是我 我以前就是這樣打扮 其實很好 當我加入了廣告公司的時候 我有很好的待遇 有很多機會給我發展 收入也很不錯 因為我媽媽比較著重錢 我的家用給她很多 所以我由媽媽管教 到我做事的時候 我就管教她 有很多事情 就是不聽她的話 自把自為 有人就說 我一說電話 她就說 你是不是跟媽媽說電話 我說是 因為我特別挖的 語氣特別差 就是這樣 我踏入了社會做事之後 我就為自己去計劃一切 物質等等很豐富 表面上很開心 還有很開朗 我又有很好的感情關係 物質的享受 但是到後期 我不知道為什麼 心裡有一個空洞的感覺 就是覺得 做這麼多事情 我想要的事情也有 我想 那時候我一向 從九龍區搬進去屯門區 後來我就覺得 我要住廣島區 後來我工作 因為很多在廣島區的公司 我便搬到廣島區 所以要做廣告 就有廣告 想要的東西也有 但是我裡面 開始有一個很害怕的感覺 那時候也不懂是害怕 總之覺得很不安全 覺得為什麼每樣東西想要都有 朋友也那麼好 感情生活也那麼好 我覺得好像一些東西是假的 很害怕第二天早上睡醒 會沒有了 很害怕 但是沒有人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便繼續努力工作 更加努力工作 並且做義工 打算找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去服事 做 那就要填滿個洞 後來也覺得一樣是很害怕 所以我晚上不讓自己 很害怕自己睡不著覺 因為那些想法就會掉下來 我會令自己玩得很累 夜夜生歌 也不是說這些 夜夜去玩 玩得最累才回家 但是也不行 後來我的行業有很多人吃煙 其實我很討厭煙味 我從小到大很討厭 但我也會吃煙 因為想著吃煙可以減壓 總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我跟自己說 我去玩 我一定不會做事 我說明 我覺得玩到做事 是很白癡的行為 我就是這樣 但是人真的很累 心靈很累 後來沒有了目標 我就用物質來做目標 那時候我剛才不是說我住港島區 那時候還要跑馬地 我就跟自己說 下年我一定要搬上山的 那些比較貴 然後物質方面 譬如我那些年紀 那時候很年輕 我要買一隻超級名牌錶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就是白鑽錶 白鑽錶是那些人才戴的 我要買這個鑽錶 令我有這個方向 繼續工作 因為我不想升職 那些人的樣子是灰色的 好像一隻鬼走來走去 因為很辛苦 我又不升職 所以我就要用這些目標 幫助我生命向前走 很慘 因為那時候 我就是追逐生命 這些東西 成為我的偶像 一邊追 一邊追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洞一樣 填什麼都填滿 很辛苦 就好像剛剛說 射不中紅心 好像永遠都得不到獎一樣 我們回到經文的十六節 原來人則可以在這個虧損的狀態 原來你什麼都有 你會覺得不開心 和很空洞 因為第十六節說 你如果獻給誰 你就會做誰的勞博 原來射不中紅心 不適合位 原來物質 或者朋友 有時候填滿是會痛苦的 但是原來我們是有選擇的 第一個題目是什麼 《識得服,識罪惡得自由》 就是第十八節那裡說 他説 感謝神因為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勞博 現今從心裡純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 真道是什麼 就是十八節 你們既從罪惡得了釋放 就作義的勞博 這裡保羅提醒我們 患愛上帝有恩典 人可以選擇的 人生可以選擇 生命有take two 我們再看PowerPoint 原來《識得服》 可以將自己獻給神的 十九節更加是這段經文十九至二十節的中心 他說因為我們肉體軟弱 就照人的常話給你們說 從前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 以至於不法 現今我們照自己肢體獻給作義的勞博 以至成勝 在這段十九節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勞告 當中其實是很有平衡的 我們看到PowerPoint 以前是怎樣 現在是怎樣 神其實很想呼籲我們把自己身體獻給祂 當然不只是身體 是將整個人 並且我們的心都給祂 以前我們是不潔不法 不潔不法原文是甚麼 如果我們再去看下一個PowerPoint 就是 就是Impurity和Wickedness 即是有雜質 有時雜質令我們變成邪惡 就好像我從前 我說不是夜夜生歌 又煙又酒 混亂了我的生命 其實我不想的 違反了我自己的本性 連我有時自己都不喜歡自己 因為我把身體獻給這些雜質 這些邪惡的裡面 當然 物質是忠性的 但我們有沒有把它成為偶像 正如成績好是忠性 但我們有沒有把這些成為我們 你獻身給祂 微信主之前 不停地追求物質 世界的價值 原來越追求 心裏面 越失去 好像有些東西 有個洞 就好像剛剛我說 好像一塊Puzzle 去下一個PowerPoint 我們看到 你試過砌Puzzle 當你砌的時候 有些很像 砌下去 但放下去又不是 我真的試過 買東西 去旅行 那個洞都填滿 甚至做義工 做些很有意義的事 都是不對的 我生命就欠缺了神 好像剛剛敬佩隊 有說我們的憂慮 究竟我們用了什麼方法 幫助自己 我是不是將神 放在那個位置 奧古斯丁說得很對 神啊 你為了自己 而創造我們 我門的心 永遠繁躁不安 直至我們安息在你裏面 是的 我們就把我們自己 最不安的地方 讓神放進去 直至我把肢體 獻為義的時候 我遇見神 後來我在工作上 認識一位朋友 他邀請我回教會 我將他的內心掙扎 告訴他 我說我很想有一位智者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Fairytale的書 那些智者是怎樣的 胡蘇白色 然後帶點佔帽 有星星 有支神仙棒 他在山洞裡 我就很想 隨時找這個智者 然後他回答我的問題 我就出來闖蕩世界 一直都很想的 所以那時候也參加了很多訓練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破綻 後來這位朋友就告訴我 有一位耶穌基督 這位神你可以信靠 他就是你的中心人物 我就說 好 我也想信 因為我已經找了很多方法 他說 那信要怎樣 他說你要認罪 我就心想 我沒有罪 我做義工 後來人也不知道自己是有罪 他就說 你不認上帝是神 你也是罪 我說好 我就認罪 後來我就是這樣 決自悔改 信了神 但是神真的叫我心服口服 那時候我去崇拜 看很多書 那時候還有很多錄音帶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現在是劇奏帶 現在是MP3 我聽很多 我問生命的問題 就是怎樣 MP3現在都沒有 總之就是這樣 我覺得 哇 神解答了我很多生命的問題 或者我自己的問題 神沒有自己走出來和我說話 但是他透過教的弟兄姊妹 傳道人 他自己圍下的聖經的話語 或者一些熟練書 答到我很多問題 就是我生命 我覺得他真的沒有破綻 這個神 現在都不覺得有 除非有些事情我是不明白 我太差勁不明白 那份平安和喜樂 是我以前在世界 或者物質 或者甚至朋友 都找不到 我以前一直信靠自己 還是找煙來幫助自己減壓 但是有一件事很神奇 其實我試過戒煙 我試過不去買煙 我想說 當時一上班 經過一些買報紙的地方 我就會買煙 麻煩你給我一包純曼 我想起了 我想起了 那時候的樣子 很可怕 後來我沒有吃煙 不買煙 誰知道我們做的行業 那些煙一盒一盒 就是任食 你是抗拒不了 但是我信了主之後 第二天就不用吃煙了 我覺得神力很厲害 我一直幫自己 都幫不到 但是在神裡面 那份平安喜樂 我就不需要靠這些 我以前用很多計劃 很多努力去幫自己計劃一切 但是原來神仙是我最忠心的人物 後來我因為工作轉換環境的關係 雖然當時我信主 我廣告的行業 仍然是很好的 很興盛 誰知道我三個月沒有工作 剛剛我說 我搬了在高級住宅 沒有工作三個月 要交租 儲的錢慢慢用 很害怕 誰知道在靈修的時候 神跟我說 就是用詩篇第一章 他說 你好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安時後結果子 葉子也不敷幹 還有做的事盡都順 原來很快有工就請到我 並且我在三個月裡 可以單單依靠神 這裡很棒 好像PowerPoint說 我們懂得服 一定要獻自己作義服 懂得服 獻自己效忠神 今天我更加全面服侍他 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把有神和沒有神的生命 分享出去 到最後一部分 我們不如一起讀二十一至二十三節 好不好 PowerPoint好像有 如果沒有 我們一起看長刊 我們一起讀 再次讀二十一至二十三節 預備請 你們現今所謂羞恥的事 當日有什麼果子呢 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房 作了神的勞博 就有成性的果子 那結局就是永生 因為罪的功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賜在我們主基督耶穌女 乃是永生 這裡的重點 好像十九節告訴我們一樣 引導我們 原來最後我們生命只有兩個結局 我們看看PowerPoint 很清晰的這段經文 兩個結局就是什麼呢 原來當我們做罪的勞博的時候 我們的功架就是死 但是如果我們做義的勞博 上的恩賜就是永生 如果我們釋服 我們一定要作義博 其實懂得選擇 我們一定要選擇做神的義博 其實寶羅這裡用了兩個 是關於軍人的字眼 什麼是功架呢 什麼是因此呢 功架本來就是報酬的意思 是指軍人的報酬 原文恩典是指特別發放給士兵的賬金 功架就是報酬 恩典就是發放給士兵特別的獎金 聚作為主人的時候 祂會發什麼為你做報酬呢 是死的 但是神的恩賜給你的禮物是什麼呢 永生 很大的分別 從前我深深地經歷自己 靠自己不中的紅心 有的東西換來 令我生命裡沒有滿足不止 有時候更痛苦 因為我裡面渴望那份神的永恆的完美 因為神就將這個永恆和完美 放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 如果我們只是追求 或者將我們的時間 放在世界的東西上面 是痛苦的 因為世界的東西 好像競賣隊都說 是不停地變的 有時候我自己也不停地變 從前有朋友都告訴我 你什麼都有 為什麼你還經常追的呢 追這追路 就說我好像一匹野馬 你知道野馬是怎樣的嗎 就是勒不住的意思 那時候我不是說想很多訓練 我訓練給了一首歌 就是哥哥有一首叫追的歌 你們有沒有聽過 現在常常都會有重唱 張志琳也有唱 一追再追 只想追光生命裡 一分一秒 這樣 當日我也覺得有什麼問題 追追我要的東西 但原來問題就是 原來多麼可笑 沒找到真正目標 你明白嗎 我經常問自己 如果我今天還未相信主 我會變成怎樣 可能呢 我的結局會是怎樣呢 我會去到多盡呢 可能呢 迷失到呢 我會踢到東西 或者呢 因為要找刺激 可能我 亂… 即關係很混亂 可能找不到出路 可能了結我自己的生命 今天 懂得服 一定要作而服 這個就是神給我們真正的目標 原來我內裡一追再追的 原來就是和這位永恆 和如美的神有關係 我剛剛問過大家 有很多都是 已經 由媽媽的胎裏面認識神 或者回到教會 或者今天 你又青少婦 但你有沒有真的和神有connect呢 將你自己的問題 以及你裡面的洞 或者你人生的身份 去交給他呢 今天的三點 希望呢 都能夠成為大家的幫助 未信主之前呢 我一直依靠自己 信自己 但是今天 我很感恩 其實到今天 我都可以依靠神 其實那份自由呢 還有呢 即是那份興省呢 雖然我不是說沒有痛苦 不會說人生永遠順利 但是呢 那份恩典真的很大 好了 我回到今天 我第一條問題了 今天我們活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是不是就可以亂犯罪呢 斷乎不是 No way 其實如果你知道神多愛你的時候 你都不想做一些他不喜歡的事 或者傷害自己的事 成為義的勞博的時候 我們有自由不再犯罪 其實本來 當我們成為神的人的時候 我們有一份自由不再犯罪 我不再身不由己 以前吃煙傷害身體 但是我控制不到自己吃 但是一有神的時候 我不再身不由己 我可以不再吃煙 我都說一個自己的見證 很搞笑 其實我本來不是說 後來也搬回家人住屯門 但是去年我搬近一些教會 就住九龍區 但是我沒有想過 九龍區的白鴿也很肥的 很大隻的 我住那裡沒有洗衣機 我要自己洗衣服 是不是很奇怪呢 我樓下也有一些洗衣店 不過有些衣服我自己洗 我會浪出浪衫 那些浪衫架 我都有一塊膠鋪著 你知不知道 那些肥大的白鴿 常常在那裡做什麼 很大匹 我想想 要不要整天都這麼大匹 你吃什麼的呢 如果給你 你會怎樣 當然是抹掉它 我住那裡 浪衫的窗是後巷 你抹完之後 那些屁股可能會有菌 你會怎樣 扔下街 沒有人見到 但是我很開心 我發覺 我 有那份自由 不犯一些神 都未必起的事 就是 我抹完之後 在那裡 慢慢說一些 很生氣的說話 但是我都拿進屋 扔進廁所 沖了去 我真的覺得 神很厲害 為什麼你可以令到我 做一些人見不到 和不做一些人見不到 但是你不喜悅的事 這麼簡單的事 我都可以不犯 不做錯 所以我這次覺得 換來我真的可以獲獎 射中紅心 這麼少的事 我都可以控制自己 我自己也覺得 神力很厲害 我不再生猶豫 就像我這首回應詩一樣 一生不走錯 不在當中 其實這首歌 都是我 由信主 初信主的時候 每次一唱就會哭 其實國語更加感動 不過請敬敗隊 帶我們唱一次 然後有一個禱告 和歌曲 寶貝 詞 briefly 詞曲提供 永遠 曲明 好像你笑 馬達 サー 團 誒 道 找我 無法 失明 六 望 从那壁挑战 幸有父同在 就凡困难离开 天天我负两手托大 竟是连树心不改 主的说话引起前途 然而尽靠你离开 求主人 路远开福都敬我 你在前带你 未怕艰苦有几多 求主人 做我一生不做错 你会抱大力 时刻不会差错 在我一生中 是你指与我舍身的爱 主人的眼同在 跨过我未来 在我一生中 面对重重隔壁挑战 幸有父同在 就凡困难离开 天天我负两手托大 竟是连树心不改 主的说话引起前途 仍然尽靠你离开 求主人 路远开福都敬我 你在前带你 未怕艰苦有几多 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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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一生不做错 求主人 做我一生不做错 你会抱大力 你会抱大力 时刻不会差错 你会抱大力 你会抱大力 求主人 做我一生不做错 求主人 做我一生不做错 好 我们一起祈祷 好 我们一起祈祷 好想问这里有没有弟兄姊妹 真的很想一生立志 欠给神 如果有的 你跟天父说 如果你很想把自己欠给神 求祂一生带领你 你跟天父说 你跟天父说 未来我们有开学 未来前面可能有很多困苦和事怜 但神 你的话语引起我们的前途 你说过 疑难能够靠你而落开 如果当中 你很想把自己欠给神 你轻轻举起手 我为你祷告 感谢神 让我们真的遇见祂 并且可以给祂带领 主要多谢你 让我们知道 你会在前面带领我们 我们不需要怕 艰苦有多少 因为靠主恩 助我一生都不愁错 并且 你的笑容 我能够终生看清楚 主 我多谢你 这里每一位年轻人 在你里面的立志 并且很想把自己欠给你 主啊 你一一见到他们 你由母覆当中 已经浮备他们 你也带领他们 对你们的恩福里面成长 虽然我们面对很多前面的未知数 但是主啊 我们感谢你 你说过给我们听 本来你会在我们前面走 并且带领着我们 主啊 愿意我们深深信求你 并且在每一个困难 或者每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都经历你自己的同在 并且能够见证你的同在 主啊 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命而求 阿们 阿们 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